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继续看《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到九节 耶稣在伯达尼麻风病人西蒙家里作息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重的纯拿达香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中很不高兴说 何必这样浪费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三百多个银币周济穷人 他们就对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她吧 为什么为难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 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 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 她是为了我的安葬 把香膏浴仙浇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都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来纪念她 一件美事 我们昨天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来思考 我们今天在进入这段经文去思想里面的一些内容 那经文告诉我们当时有一个的女人 拿着极贵重的纯拿达香膏来告磨耶稣 按照经文说呢 这个的香膏贵重程度啊 是可以卖三百多个银币 三百多个银币 在当时候来说呢 是相等于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 我想今天大概都有人 有用这种香精的习惯 Essential Oil 的习惯 那如果你去买一瓶正版 我是说正版的这个Essential Oil 的话 一瓶大概小小瓶30ml的香精呢 要价大概是要百多令吉的这个价钱 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在当年 当然这个香膏不一定是Essential Oil 不过大概我们可以想象在当年 一个三百多银币一年工资的这个香膏 就这样打破了 然后就用在耶稣一个人的身上 从经济学角度来说 的确是不符合经济效益 难怪这一些人要对那女人生气了 那这个经文里面 中文就说他们对那女人生气 其实在原文里面 他们是责备这女人 英文的翻译就把它翻译出来 Scolded her 他们骂他 责备他 浪费 我想其实他们的这样的表达 可能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是在对耶稣感到不满 因为耶稣竟然就这样子领受了 这个女人把一瓶极贵重的香膏就叫在她的身上 这跟她一般的教导也很不符合 所以他们才说 这样的举动太浪费了 应该拿去周济穷人 但是他们当然不敢骂耶稣 所以就拿这个女人来责备 当然耶稣也并没有否认帮助穷人的重要性 但他同时也认同了这个女人所做的是一件美事 于是耶稣接着就说 他说你们要行善 随时都可以 但是你们不常有我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那我想这一句话 尽他所能的 其实也意味深藏 任何坐在耶稣身上的奉献付出 都只不过是我们在尽其所能而已 换句话说 我们所做的在耶稣身上 永远都不会嫌得多 永远都不应该觉得是一件的浪费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耶稣要我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 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 当然并不是因为 他用多贵重的东西来奉献给耶稣 而是因为他把爱倾倒出来 这是金钱所无法衡量的 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感到很纳闷 这些跟了耶稣三年多的门徒 好像总是搞不清楚 耶稣到底要的是什么 反而是一个寂寂无名的柔弱女子 他所做的竟然令耶稣称心如意 弟兄姐妹 今天是寿难节 耶稣基督毅然地为我们 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今天为耶稣付出 奉献 你觉得会太多吗 浪费吗 但愿我们就像这女人一样 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倾倒 奉献给我们所爱的主耶稣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使得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再次的感恩 因为今天我们能够称为你的儿女 正是因为耶稣先爱我们 耶稣先为我们这不可爱的人 摆上了生命 付上了代价 主啊 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的敬拜 我们的歌颂 我们的奉献 永远都不应该觉得嫌多 永远都不应该觉得这是一件浪费 或者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的事 神祢帮助我们 再次的调整我们的心态 我们服侍的心态 我们奉献的心态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 只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 尽其所能在做的事 而更重要 我们这样的一个奉献 其实主你是喜悦的 因为你看我们真诚的奉献 是一件的美食 但愿神继续地帮助我们 赐福我们的生命 在主你的爱里 继续不断地成长 我们感恩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明祈求的 Amen